据加州检察官表示 最近罗马尼亚黑手党在超市的自主结账机旁边安装了窃取个人消息的设备 提醒民众在结账时注意 检察官指出看起来像是在乞讨 有时他们会带着几个孩子 实际上他们使用的是蓝牙技术 与商店内的道马器相连既能得到人们的现金 又能窃取取款机上的数字 根据埃尔卡洪警察局获得的监控录像显示 犯罪嫌疑人只需几秒钟就能在收银台的信用卡刷卡器上放置一个装置 而且他们看起来几乎和真的一模一样 警方建议在插入信用卡前 先拽一下信用卡刷卡器 如果刷卡器晃动或脱落那就是假的 目前警方已经抓获了数十名嫌疑人 其中大部分与罗马尼亚的有组织犯罪有关联 另据呈现地方检察官托德斯皮策办公室称 这些盗刷器也可以针对App的卡用户 据称在州政府发放月度付款的那一刻 这些盗刷器就已经盗走了账户里的钱 结果由纳税人资助的福利项目及其受益人被盗金额超过1亿美元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3月27日宣布了一系列旨在帮助租房者的措施 根据公告三大新政事 1500万加元的租客保护基金将为省级法律援助组织提供资金 更好的保护租客免受不公平的租金上涨 装修或坏房东的影响 沃泰华承诺将与各省和地区共同制定租房者权利法案 该法案将要求房东披露房产租金的明确历史 以便租房者公平讨价还价 该法案将打击翻新制定全国标准租赁协议 并为租房者提供更多代理 修订加拿大抵押贷款限章将要求房东银行 信用局和金融科技公司在评估信用价值时考虑租赁历史 允许租户将按时支付的租金进入他们的信用评分 3月28日晚 小米集团正式发布首款小米新能源汽车SU7 售价方面 小米公布了多款配置车型的售价 区间为21.59万元至29.99万元 小米SU7共推出三个版本 分别为SU7、SU7 Pro和SU7 Max 最低续航里程为700公里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说 研发团队在造型设计 电池、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语音交互 车身结构等关键领域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 例如在自动驾驶功能方面 小米支驾系统计划于4月开启用户内测 5月开通10座城市 8月在全中国开通 小米自研的大模型也将应用于该车 其中一步 小米碧